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 7月27号防疫警戒降为二级 而民众相当关心花莲防疫的相关指引 在24号的疫情记者会上 县府秘书长张艺华卫生局长朱家祥 特别进行了相关规定的说明 从7月27号到8月9号 调降疫情警戒标准到第二级 秘书长张艺华在会中说明了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宣布的相关指引 花莲县政府将如何进行 以及目前花莲县第三轮施打疫苗人数 87,620人覆盖率达27.1% 花莲县在疫苗施打覆盖率部分到昨天 我们的总覆盖率是27.1% 全国是24.9% 我们花莲县在各位乡亲以及媒体好朋友 大家不断的提醒报道 催促之下 我们的疫苗的覆盖率还是高于全国 花莲县相关的开放的措施 在7月27号的一些指引的原则 我们都是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做法一致 跟脚步一致 但是属于地方性的部分 我们会在这边会加强的做落实的执行 各位可以看到拖婴中心部分 刚刚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他特别有强调几个 包括拖婴中心的人员的确诊和通报 任何一个人员工作人员如果确诊的话 机构要停拖3日 一个拖婴中心的班 我们如果有一人确诊 该班就停拖14天 机构两人上确诊 机构就停拖14天 而且每天必须要将拖婴的应用人数 要报我们花莲县政府的社会处 落实通报作业等等 卫生局长朱家祥也说明 截至到今天第三轮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总共有3481人 而1922第二季会再以简讯通知 所以总共接种了3481人 占了我们这第三轮接种的总人数 一万两千五百三十六人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八 所以是一个非常的顺利的 那在接种了3481人里面那个一 那就是我们的县长 县长在昨天在布里花莲院 借由1922这个预约平台 然后接种了AZ疫苗 那我想县长愿意接种AZ疫苗 我想对我们乡亲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支持 那那总整体来讲 昨天一整天的接种率 然后跟预约数比起来 是百分之一百零六点一 所以我们接种率也是超过百分之百 那这非常感谢各位乡亲 对于我们疫苗接种的支持 毕处长也说明 花莲县托应中心上班 必须取得三天内的PCR阴性证明 而村里活动中心运动场馆 必须预约团链为主 而参与业者目前也必须要 依照中央CDC的规定细则 但是会邀请业者在这两天 做相关的防疫指引上的演义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